蛋 剛才那個寶筆法比較鬆 到這個蛋它又開始凝結了 你可以發現都寫得很短 又碰到黏結黏在這邊 靠得非常近 從頭到尾都不放鬆 所以它字氣是互相搭配的 就像每一個字 就像一組音符 一組小小的音符一樣 它有時候是大聲是為了 襯托待會的小聲細膩的動作 有時候是小聲要襯托以後 待會又突然來一個 大的節奏 所以這個字就是互相變化 剛才提到說要靠近 所以橫畫不能要靠近搭住這邊 這樣字才會緊湊 有時候寫開了以後 那個字就不緊湊了 蛋